我們上一堂課已經講了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也講了這個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一個物體的話呢 它除了受到重力以外的話 可能會受到的這個力的形式呢 大概就是我們的這個摩擦力的情況 那在之前我們在講運動學的時候 也有大概的把摩擦力介紹了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說基本上面 摩擦力對你們來講的話 並不是一個陌生的一個力 但是它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摩擦力的發現呢 是在大概1950年代 在1940年代已經就非常清楚的 就是說 這個 它是在14到19 在這個年代的時候呢 它就已經看到了就是說 如果 我一個物體 它的重量是相同 OK 那 它雖然有不同的長數 那 這個長度的話 不同的形狀的話 或者是長度或者是寬度 包含的 這兩個 都有可能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這個物體 那不同的 形狀的物體 M1 M2 那它靜止的時候 你還不會感覺它有什麼樣的 一個 不同的 但是 但是 一旦我們 把它拉動的時候 那 它會發現說 雖然這兩個物體 那 它的M1跟M2相同的時候 M1 等於M2的時候 或者我 更 這個 非常的 精確的講是 M1G是等於M2G的時候 那它靜止 那一旦運動了 我們用相同的力量去拉它的時候 那我會發現說 它所受到的阻力 它所受到阻力 它 有相同的阻力 OK 它有相同的阻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 再做一個 實驗 我把M1 變成 兩倍的M1的時候 那我就會發現 一件事 原來 我的阻力如果假設是F 兩個都是F的話 那我們會發現 現在 F1呢 它已經改變了 它改變成 兩邊的F 這邊是F1等於F2 那當時它在做實驗的時候 它就指出了這兩個 不同的一個 一個 這個 實驗結果 那到最後 到 庫倫 OK 那庫倫的話是你們比較 熟悉的 那它呢 更精確的指出來 就是說 原來 M1跟M2沒有受力 F等於0的時候呢 那 我們會看到它說 它沒有受力的情況是下 它跟有受力的時候 就是 它在移動的時候 跟它靜止的時候 這個 手受的阻力是不同的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一個 結論產生出來呢 那這個結論呢 其實是 它去做了一個 實驗 那這個實驗就很簡單 我們平常 也可以做的 它把這個 這個物體放在 這個 一個界面上面 那它開始 利用 這個力量去拉它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應該講 我應該講 速度V等於0 會比較精確一點 那因為這個是有速度的部分 OK 我們 我發現說 我用力去拉它的時候 那我用 我們會看到 我的拉力 當拉力 在 一定 某一個值 這個值呢 以下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這個物體呀 它Force是等於 它的Velocity 在這一點以下 它Velocity是等於的 到了這一點以上的話呢 它的Velocity 才是開始有 這個 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是什麼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是什麼意思 物體要靜止 它一直靜止 一定要什麼 靜著很靜 是在什麼條件之下 它Force等於0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現在你看到的是 你用力去拉它 但是 你的 它還是靜止 表示這個物體 它是什麼 受的靜力是等於0 對不對 那靜力等於0的時候 除了你拉它的力以外 還應該有 另外一個力 作用在它身上 那這個就是我們 在講的 這個力 因為 物體上面 在橫軸上面 它的力 除了 這個你拉它的力以外 那 這個橫向的力的話呢 就是 沒有了 那一定是在這個界面的地方產生 一個 這個所謂我們講的 摩擦阻力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摩擦阻力 其實是跟這個Force 成正比例的 因為你拉它 用的力 跟這邊的摩擦阻力 一定要什麼 Total force 要等於0 它這個地方是Total force 是區域 所以你用多少的力拉它 它的 小F一定是相同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小F的指 一定是跟 外面的F是 這個線性的關係 那它又發現 實驗上面不是這樣子而已 當它一啟動的時候開始動了 我就會發現 我很輕鬆的不需要用 多大的力的時候呢 那我的速度就開始加長了 那這個加強的部分 不是 它是線性的一個加 增加 所以他就看了一下 他發現 原來 我的力量在拉的時候 我的Force 跟著減 然後變成一個 穩定的值 那減下來 這個值 跟 還沒有減之前的 為了我們要區別起見 我們把 這一個區間 叫做 近摩擦 而這個區間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動摩擦 那這一點 就是你們 在高中所 學過的 我們所謂的 最大的 近摩擦 的值 OK 那 之後的部分 他已經變成一個定值了 那他變成定值 因為 定力作用的話 你是可以看出來 從他的運動狀態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 定力的作用呢 我們用不同的物體 去做實驗的時候 我會發現 這個定力的作用 F呢 他呢 是跟 我的 正向力 就是 所謂的正向力是什麼 正向力就是 這個物體 那個正向力呢 就是 因為我們的物體會受 重力的作用 但是 你看到了 橫軸方向 他並沒有產生 任何的 速度的改變 那沒有產生 任何速度的改變 代表 重軸方向 沒有產生 任何速度的改變 那代表什麼 代表 重軸方向 這個受力呢 他應該是等於零的 那 重軸方向的受力 他應該是等於零的 重軸方向的受力 他應該是等於零的 相反 那 這個力 就是我們所謂的正向力 就是我們所謂的正向力 把它 把大小相等化的 大小比較 OK OK 你會發現 這個重軸上面的 Mg 跟 這個n大小相等 但是他的方向是相反 這個裡面的符號 那這個force的大小 你讓他 去測量一下的時候呢 我們會看到的這個force 就是這個小F呢 他其實 是跟這個n 乘比例關係了 那這個n 乘比例關係以後 我們把這個比例常數呢 就叫做mu 那這個mu呢 因為他在動摩擦的區間 我們把它 叫做muK 那muK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動摩擦的係數 好 那這個是 我們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OK 如果你用這個 這個 用這個不同的物體 去做實驗的時候 那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正向力的大小 和這個動摩擦 是相關的 那到底這個動摩擦 的係數是跟什麼相關 我們接著 我們接著就要看一下 那接著我們 要看動摩擦係數跟什麼相關 或者是近摩擦係數 跟什麼相關呢 這個動摩擦係數 是可以從摩擦力的一個形成來看的 那為了方便 那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說動摩擦係數是跟 ,那麼 是小于USN 那US就是我们的动摩擦系数 静摩擦系数不是动摩擦 那基本上面你已经知道 静摩擦是小于USN的部分 那动摩擦的部分呢 是等于μKN的部分 那你这边最好把它加一个N indexK的部分 代表它是动 这个是代表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μK跟μS 它的相关是跟什么东西相关呢 第一件事情是 N是B的单位 摩擦力也是力的单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μK或者是μS 它是dimensionless 它是没有单位的 OK 它是没有单位的 这件事情必须要知道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摩擦力 那把我们的物体放大 那这个界面呢也放大 你会发现界面跟物体并不是完全光滑 你再把这一小部分放大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界面啊 可能是凹凹凸凸 上面的界面呢 不要那么夸张 也是凹凹凸凸凸的一个界面 这上面这个界子 跟下面这个界子 你会发现某个地方 这些地方是距离很近的 那距离很近的时候呢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是 你把你的手指头拿起来 这是你的界面 上面的界面 这是下面的界面 那你这个距离很近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好像点焊在一起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我要从这个物质 从这个点被拖离开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要干嘛 一定要把这个点焊 把它破坏掉 对不对 那这点焊是什么 就是分子跟分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力 OK 这个物质所形成的 颜值过的分子跟这个物质所形成的颜值的分子的交互作用力 你要把这个键把它扯断 然后呢你才能够把这个物体从这个位置移开了 当你的作用力 当你的作用力还不够把这个键拆掉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并没有办法移动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最大进摩擦这一块 当你的作用力已经能够把这个键拆掉的时候 把它破坏掉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大进摩擦的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你要去把分子跟分子间的作用键 把它拆离的什么 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你去把它拆离掉的 那这一旦拆离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分子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还没有进行到这么近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的动摩擦的情况跟进摩擦就不太一样的数目 好 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说 我这两个应该是跟这个介质的特性有关 OK 应该是跟这个介质的特性有关 第二个部分 跟这个物体是不是抛光的程度有关 你这个物体假设你的表面越光滑的话 那你要形成这个键的位置就会比较的少 那但是一旦太所谓的太光滑的时候 光滑到什么程度 光滑到这个已经 跟这边已经密切接腾在一起的时候 那它就是什么 形成的见解就无限多格了 那这个就像你们什么 两片玻璃 里面通通通没有空气 把它焦合已经黏在一起了 你要把这两片玻璃移开 容不容易 完全不容易的情况 OK 跟里面有一点空气 你要把它移开 你很容易的情况 那就 这个就是一个表面光滑的情况 好 那第三个部分 同样的是 你要看看你的表面 有没有形成一个薄膜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把两片玻璃 底面是有什么 有空气的时候 你这两片玻璃要移开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把两片玻璃 中间灌了一点点什么 水进去的时候 那你要移开 容不容易 你把两片玻璃里面放一点水 你要把玻璃移开的话 就不容易了 那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第四个跟温度有关系 OK 那第五个 刚刚跟这上面的污染有关系 那污染的话 相当于就是 我们在这个表面形成了一个 这个薄膜的情况 或者是 这个 抛光的情况是有关系的 那跟这些关系 这些因素是有关系的 那你现在你知道摩擦力 形成的原因以后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会来看一下说 好 那物体受到了摩擦力的影响的时候 那它会 它的运动状态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看 一个物体 在一个流体里面 那我们说 当这个物体 在比较低速度底下 那在低速度底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摩擦阻力 这个摩擦阻力就是我们的它是跟速度成正比例的关系 那力的方向一定是跟速度相反 那这中间这个比例常数k 我们把它定出来以后 依照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因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比例常数k 是跟ok k呢 我先用b来表示好了 等一下把k引进来比较不会混乱 那我说这个比例常数b呢 它是跟这个物体的特征有关系 它不只跟这个物体的特性有关系 那因为它这是跟物体的material的性质有关系 它还跟物体的形状有关系 ok 它物体的什么形状 还有它的dimension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物体的形状呢 它是跟它的两个界面的接触相关的 那你现在这个物体 也许它是一个球 ok 那这个球的话呢 在这个流体里面 那这个物体的形状 和这个球跟其他的流体之间的接触面 就跟这个物体的表面有关系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b 引进来两个常数 这个常数 一个是跟它的物体的特性有关系的 一个是跟它的形状相关的常数 那我们把这两个常数 把它引进来 换句话说 我的b 我把它可以写成 一个是跟物体形状有关系的长度 叫做k好了 ok 另外呢 是跟物体的特性有关系的 我叫它etha 那它就是keta 那这keta的部分呢 其中eta就是我们常常的讲是 粘质系数 ok 那k呢 基本上面 因为它是跟物体的形状相关的 那不同的形状的物体 它有不同的k值 那我们看到了 假设 它是一个球 的话 那k值的部分 我可以用实验 这是完全实验 所得出来的 ok 那用实验得出来的话 k值的话呢 是等于6倍的πr r就是这个球的半径 r的部分 ok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了 实际上 我的摩擦力 如果是以球来看待的话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负的6πr 然后etha 然后 乘上v 速度v的情况 ok 所以如果你把项链把它摆进去 那你就是等于 这是一个球的 的 的这个 啊 在流体里面的 啊 一个粘质的 一个摩擦系数的 摩擦力的部分 那 在这边 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是摩擦力的摩擦系数 其实跟temperature有关系 那这个temperature是跟哪一个公司 它其实就是跟这个 粘质系数有关系 粘质系数 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液体的 粘质系数 跟 气体的粘质系数 ok 它随温度的变化的时候呢 是不太一样的 当温度升高的时候 那个 气体的粘质系数 是跟着温度升高 但是 液体的 粘质系数呢 随着温度升高呢 它的粘质系数 却是降低的 这是 你可以看到的 气体跟液体的粘质系数 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一个地方 那 这个 是完全在 速度很低的时候 它才是跟它成比例 是成速度V的关系哦 假设如果你速度很高 一个很高速的运动的 如果 我们说一个 这个空气阻力 那它在高速度之下 那 空气的阻力呢 它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会发现 它的关系 我直接把它写出来 它是跟速度平方成比例 OK 它不是跟速度的一次方成比例关系了 那它前面的模 我可以说 据它是二分之一 我看到它是一分之一 F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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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o A B 那A是它的close section 就是它的沉截面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 其实不同的物体 它的D又会不一样 D差不多是等于0.5 那这个是对球体 那D等于2的时候 它是对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所以你就会差蛮多的 不规则它的D就越大 然后你规则球体 它大概0.5 那从这边你就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 既然我已经知道 这个空气阻力过的是摩擦力 它不同的速度之下 它的跟速度的关系 然后它是在一个界面的时候 它又是跟正向里程关系 那在流体里面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物体受到 这个空气阻力的时候 那它会是怎样的情况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 我说一个物体 那这个物体呢 在受到一个力的作用 这个力如果就像我们的MG好了 那你现在你受到力的作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会受到摩擦阻力的作用 它也会受到摩擦阻力的作用 那你的summation F 就是等MG 再加上F 对不对 这是总共的合力 有没有问题 这总共的合力要做什么 你要对第二印象定律告诉我 它是等于M A 那现在唯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说这个力通通是在 我们把Y轴方向定成这个方向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 我把它写成MG-F 就等于M A 那F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它是在D的velocity下 所以 基本上面MG 它减掉 它的K 然后Yta V 它是等于M A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那从这个方程式里面 你可以看到 A本来就是等于 你的DVDT 当我的加速度 或者说我的速度不再改变的时候 这个物体就以等速度再往下落了 对不对 所以 当A等于0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MG 就等于K Eta V 原来我的速度是等于0 我现在开始落下来 到了这个时候 我的速度就会变成什么 定值 对不对 那这个速度就是我们所谓的终端速度 OK 这是我们的终端速度 换句话说我们的终端速度是跟我们的棉质系数 跟我们物体的形状有关系的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而已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说我刚刚基本上面 并没有去考量浮力 假设我如果考量浮力的话 我如果考量浮力 那考量浮力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物体 现在除了 受到重力的作用以外 那我有摩擦的阻力 空气阻力F 然后呢 我应该还有一项 就是我的无力 那我把它写成B OK 换句话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 Portal的Pulse 现在 是等于MG B再加上F 再加上B 它Total呢 这是TotalForce 要拿来做加速度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 这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原来如果速度是等于0 那它是在低速度底下 我可以知道我的F 是等于-K Eta 然后B的 那我的B是等于多少 阿基米的原理告诉你什么 阿基米的原理说 一个物体在流体里面所受到的浮力 是等于多少 对 它的体积 乘上它的密度 对不对 好 就是相同的体积排开的 这个流体的 这个密度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空气的 这个 就是我们排开的质量MF 那它就是G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阻力 那它的方向呢 是相反 那MF是等于 MF就是等于 你这个流体的 质量 应该密度 乘上它的体积 那换句话说 我们从这两个关系式里面 我们应该从这三个关系式里面 我们把它写成 就变成是MG 减掉 KEtaV 还要再减掉 Zo 我直接写成MF MFG 它要等于MF 同样的 当A等于0的时候 那它的速度 就是我们所谓的终端速度 我们常常把它 因为你这边是terminal 那中端速度 我们就把它写T的index 那V就等VT 那VT的部分 很简单 你把它一向过来 就变成是 Eta M-MF 这是终端速度 没有什么好 奇怪的了 那不同的指点的话 你考量的 那你终端速度就不同 那这两个物体都一样的情况 我说从V等于0到 它是等于终端速度 所谓终端速度 就是不受力的情况 那它就是以等速度 一直下落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它的V随着时间的变化是怎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